杨大哥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表达了对贾大姐的喜欢 这股真诚劲多少也打动了贾大姐 杨大哥考虑到贾大姐无儿无女 更是说了一番让人感动的话 你要是咱俩能走到一起 你看我那俩孩子 你拿你当亲妈一样带的 就是万一咱俩走到后面 到老人家 你就依靠我这俩孩子没事 万一我走到头了 我个农村我不跟你别个 我最低给你一场地 给你写下遗嘱物 这一场地你不能动 这一场地值多钱 现在的价值是光卖 也卖一万块钱 再加上补贴之物 最低值一万五千五千 按照现在的价值 我不让你白跟我握 以后你干不动了 儿子在长城市也都买房子了 没什么也不能 我这眼泪握钱了 咱俩实在呆的 那到时候你撒不了片 给人骗了 到时候没有那事呢 人家该怼我嘛 这儿是好 所以从仓界那人出去 你上去撒谎的 不再撒谎的 万一有那天的话 我要是死他头了 他要干我的话 这不是啥 咱不能让白过 我死了你剩一人大人 我不得给你生活保障 贾大姐感受到了杨大哥的真诚 一股暖流直击心房 可是就在两个人都要畅想未来生活的时候 杨大哥认为来农村就得干农活这事 让贾大姐心里不太舒服了 万一大家这活啥 你就大体格了 他抬一段话呗 你就保证现在能抬头 太难了 你不得让人捡来 咱农村就说 这第一我都干不了 这第一这土地活啥的 我的意思啊都不能干 也不干 不用了 用不着 再说这个我一赛紫外献过敏 我就是温室里的养得胖苦的 走到一起 你要心疼我 你就帮我干点 不心疼我就不干了 你干不了的 我就再心疼你 我也不能上干活去 为啥不能干活 不能 我这么老胖 蹲到地里 就夏天这么干呆的 我还上地里蹲着去 嗯 不行 城里人都知道不像农村人 就那时候也得下地产地干好的 哪有不干呢 不跟老婆的 那你你不让这只老头干吗 那我跟他 我跟他又不聊 那你要心疼我 你不想下地干 你要不心疼我 你就不干 我也不怕你 不能接受 他不能干活这事啊 以后再弄吧 你看 氛围一直挺好的两个人 因为干农活这事啊 产生了芥蒂 对于贾大姐来说 上农村可以 但从来没想过 还要干农活 在杨大哥心里呢 没想到贾大姐对干活这事这么坚决 你说啥吃 要是就做 要不就咱去 随便呢 这把孩子饿了 那些 吃汤都饿了 我饭都买好了 要不都会整事咱去上饭店 饭店反正跟你们下到口那儿 跟那儿去 下到那儿到口那儿 吃不吃都行的 我都不想吃的 别愿意破费了 说是不喜欢农村的 还是没想到人的事吧 你说你要不喜欢农村人 就是住地你都不 就是还的话 你也不能上农村来 他这人我看透了 他喜欢高大帅气那种 那个 不管是农村哪儿这个 只要长得帅气 高大一点的 他喜欢这种人 我都给你看透你了 我对我干嘛人 他不能喜欢 也不管哪儿 认识就是朋友 认识 做个朋友做条路 祝福你 认识就是朋友 缘分啊